民党副主席郝隆斌出马参选基层的立委呢 现在他是积极的走访基层呢 要替自己来抽选来抽民调 甚至呢还频频秀出他不太冷淡的台语 就是要来拉近和相亲的距离 不过呢立平民调的他却被党内的同志 中评委蔡碧瞻呢来呛下说 认为他没有资格来做副主席 也没有资格来选立委 对此郝隆斌说他虚心接受 不仅是不要让郝伯村漏气 更重要的是赢得立委初选 郝隆斌积极走访基层请托败票 只不过身为郝伯村之子这点 却被中评委怒呛 立平民调的同志性而已 他就参加了立委的行动 他参加了立委的行动 呼吁中评委要放下陈建 自己也会虚心接受指教 因为蔡碧瞻炮轰的 还有他过去的政绩 没资格参选基隆立委 澄清自己绝对有资格参选 但却是没有资格参选 所以他如果要去基隆算 我希望基隆 我想这位中评委可能不了解 我在台北市财政上所做的努力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台北市 我就任八年市长中间 我们整个台北市政府的负债 降了两百多亿 澄清自己绝对有资格参选 但这些都先抛脑后 先努力跟选民拌握最重要 就算台语不练等也要讲 七十几个人看了你 对 好好 好啦 好啦 我也是六十几个人看了你 有一次到彰化去 彰化去演讲 从头到尾用台语讲 讲完以后 我不知道他们听不懂听不懂 如果我说刚讲怎样 好 你讲的真好 清酒话咱们讲的 哈哈哈哈 自嘲了自己的破台语 但为了拉近距离 硬着头皮也要讲 郝龙斌也透露 会看乡土剧学台语 只不过支持者听了 有没有懂 就留给选民来决定 欢迎订阅文威 基隆采访报道